今日人地区6月25日这一天 地下水位一度垂直下降9.5公尺 造成许多温泉业子 抽不到温泉水可用 怀疑是跟地热能源开发 早景工程有关 台中县政府财经处 日前实际勘查 收集相关资料并询问专家学者后 7月26日调查结果表示 研判可能和花莲地震连带影响 和地热专景不直接关系 属于偶发事件 那时候刚刚有一个花莲的大地震 在合理回来说 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个地震 地下水脉稍微跑掉了 那现在它密合之后 它又开始把那个水脉 水位开始就回升了 不排除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只能够做这样的判断 因为真正地底下 我们还是看不到 目前金轮地区 地下水位已回升近原来的高度 截至目前监测显示 水位平均维持在 正常范围的61公尺 不过仍有业者认为 金轮不适合地热发电 我是认为说 我们今天的温泉 应该是不适合地的发展 因为我们不是在火山地形国家 我们是因为在板块运动 地壳这个浅沉地区 它所衍生出来的这个温泉 这样子 我们也是希望业者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地热井它是要钻的是深层的 一个温泉水 我们一般用的泡的温泉水 它是在100公尺左右的一个地下水 所以这个两个水脉的水层是不同的 先我提到地层内环境不确定因素较多 且十分复杂难以掌握 但地热探勘井与温泉井 专招所需的深度不同 两者较无直接性影响 原始新闻物举台通泰马里 采访报导